虽然不是上下班尖峰时间 不过西万路过了江北桥往大同路方向的车子还是不少 而人行道上有不少人走路搭车或是买菜 不过低头看去人行道和道路几乎没有高低差 尖峰时间当执行车左转车占据道路之后 许多机车族就会骑上人行道 对走在人行道上的民众或是学童来说真的危险 机车为什么会骑上来 因为前面这个号是赶在前面 车子假如在这边一停的时候 他没有地方去他就走 车子摩车就从这边骑上来了 真的太多了每次都早上上班下班的时候 这个最严重 因为要排队左转的过程中有一些车辆要执行 那常常会卡到这个入口 那因此会排挤到最外线的机车 那机车有时候就会骑上人行道 那导致说这边的住户或是一些行人 还有些早上上学的一些学童们 相当的困扰而且危险性也增加 所以今天请养工处来 希望把人行道把它垫高 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让机车不要再骑上人行道 在结果成情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地方就建议是不是可以垫高 现有的人行道 让机车没有办法在滩土方便 骑在人行道上 另外希望路里门街口上下班 塞车严重 这出力在路口的耗制感 是不是能够迁走 让执行车或是左转里门 接上高速公路的车 能够顺畅通行 也要求相关单位再延移 摩托车整个骑上 这个人行道来占用的一个情形 非常的严重 这边也有没有造势的机率 也蛮高的 我这边协调好 假如可以垫高的话 就把垫高防止这个机车再上来 最主要还是在以后面这个电杆 可能要把它移走 这个两个一起同时去做 这边我想说这个交通事故 还有人行违规情形都可以改善 那这个部分还要再跟旁边的几个住户 做一个沟通 因为有一个高低差 预计在今年底以前会把它完工 会把这个人行道做一个明显的区分 会把它垫高出来 另外我们有请交通局跟养工处 一起来协调 把这支电杆 再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把它做调整 因为每当很多车辆要左转 里门街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因为卡住后面的车流量 那要直走的 不管是汽车或机车 都会因为这支电杆 然后会卡在这里 堵塞在这里 针对这一段的人行道 是不是电高 因为电高之后 跟一旁的骑楼也会产生高低差 也将询问附近居民意见 希望在今年底就能够改善 这场惠林西纸采访报道